大家下午好 虽然下场大雨 但是谢谢你们还 这样风雨不改的来出席这个讲座 我想今天的讲座会以中文进行 但是我不知道现场 有没有听不懂中文的 你可以举一下手吗 有需要翻译的需要吗 好好谢谢谢谢David 这样其实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说是讲华语电影的 本土风和普世价值 是个蛮大的一个题材 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其实我们今天很荣幸的 我要请到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 女性电影工作者 然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 他们都是蛮感性的人 但是今天谈的题目 好像有点理性是吧 但是我相信他们能够 非常非常讲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可能我的介绍 也不是说很多 但是因为大家对他们 也不陌生 这样当然我今天 还是要欢迎他们 就是说大家知道 李烈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然后呢他近几年来 真的是也监制了 非常优秀的一些台湾电影 也真的是为台湾电影工业 贡献了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然后他也得到了金马奖的 年度杰出电影工作者 所以他真的是我们的老大姐 谢谢你 然后坐在我身边的是陈安琪 他呢也是非常优秀 多才多艺的 他如果你们今天晚上 还没看他的纪录片的话 请你今天去买票 今天七点半就在阿超上演 就是三车三四聂华林 纪录片拍得非常有诚恳的一个作品 然后呢他不只是导演 他还剪接哦 所以他不只是拍纪录片 也拍了很多很多剧情片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今天到来 然后下一位呢 意思 Hello everybody Hello everybody 这个更不用介绍了 大家也认识他了 他的身份太多了 他从开始演吃风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是很久以前 那时候我还记得 你还小吗那时候 那时候 没有 那时候你 他在演 我听Jasmine 就是那位女导演跟我说的时候 他在演其中一个 一个女生是做那个 做复印的做photography的 你可以讲undi啦 那时候我是演undi啦 但是她是个非常年轻的undi 她在做那些复印的工作 但是其实那时候 片中的女主角说 跟导演说 导演 为什么你不cast她做女主角 真的吗 谢谢Jasmine导演 她那时候虽然是 第二线女主角 但是第一线女主角 已经跟导演说 其实她比人比我更好 没有没有 那时候也不算是第二线 那时候是 是临时演员 因为我只是拍了一天 然后可能就五句台词而已 也不算二线女主角 但是她凭着五句台词 她就一泡而红了 谢谢 接得很好 对 所以大家在电视上 对她一点也不陌生 她真的是 也是多才多艺 而且多种语言的口音 都掌握得非常的好的 然后呢 她最近也是 做了电影导演 我相信有很多心得 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我们今天就 我们开始我们的讲座 那我想可能先从 烈姐开始吧 好吗 烈姐就是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 在你 近几年来 你就是有做了 这些监制的工作 就是其实你的 从旧男孩 到 蒙甲 到了 翻滚吧 阿信 其实在里面呢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 台湾很多很多 本土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我也知道 在监制里 经常也遇到很多的 电影导演 很多的编剧 都会贡献一些剧本 说拍这部吧 拍那部吧 我想问你的是 你怎么选择了 这些剧本 然后你为什么 要把它们搬上一幕 就是你的那个过程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我想每一部戏 每一个剧本 应该感受都不一样 但是简单来讲的话 它其实只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 我觉得那个共通点 也就是说 我看的那个剧本 它必须是一个 让我觉得 好看的故事 好看的意思就是 它会吸引你 一直不停的看下去 如果说一个剧本 我可能看了第一页 第二页 我就觉得 哦好辛苦 那 我勉强看一下吧 第三页 第四页 如果看到 第十页 我就觉得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看下去的时候 那 那个剧本在我的手上 它一定就没有办法会成为 我想要制作的一部电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那个剧本 能不能感动我 因为 因为我自己是演员出身 我十八岁就开始拍戏了 所以 从我十八岁到现在 我已经不晓得看了多少剧本 那如果有一个剧本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 这个剧本是可以感动我的 那我就相信 它也可以感动观众 因为要感动我是很难的事情 那我相信一般观众 就很容易得到感动 举例来说 那时候 《九男孩》的时候 坦白讲 我 我做《九男孩》的那个时间点 台湾电影其实还在谷底 一般的人是 不会投资台湾电影的 那 台湾电影那个时候状况 也还是一样 就是 导演或者是制片 你得要到处去借钱 那 如果说你 比较lucky一点的 你 你妈妈 或者是你哥哥 你姐姐有个房子 你就可以跟他们说 房子借我去跟银行贷款吧 那是比较lucky的 OK 那那个比较不lucky的 就是拿着他的剧本 他可能 不晓得什么时候 他才有可能拍成一部电影 那个时候 台湾电影还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 那 我 我跟 因为我那时候跟杨尔哲导演 我们是很熟的朋友 那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说 我这里有个剧本 但是它是电影的 不是电视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就看了 我回家 当天晚上 延夜看完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不是 我看那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 后来我是 边看边哭 我坦白讲 我已经是很 很不会 流眼泪的人 可是那剧本让我边看边哭 他不但让我边看边哭 他让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坐在我隔壁的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 我已经几十年没有想起他过了 早就忘记这个人了 可是看那剧本的时候 我想起来他 然后想起来 他坐我旁边的时候 我怎么欺负他 我就很愧疚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 如果我要做电影的话 这个剧本一定是我要做的 而且我希望它可以成为我制作的第一个电影 这是那个时候 久能还是这样来的 所以感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都得不到感动的话 你怎么去感动观众 因为很多人他在看剧本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哦 我觉得这个剧本里面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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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有 什么什么削头 这些削头都是商业元素 所以他一定会卖钱 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说 那那个故事到底能不能感动人 所以我觉得感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谢谢 烈姐跟我们分享 其实很多时候 选择创作的时候 这是先从自己开始 先从感动自己 然后才能够去感动别人 这点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等一下还有很多问题 但我们想 接下来先让 我想问一下安琪 就是说 你现在拍的这部纪录片 《三生三世聂华林》 而且你拿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金 对吗 在那时候你得到他们的资助 他们会说 你为什么不拍香港作家 香港也有很多作家 为什么你偏偏选择了一个 其实当然它也是一个华文的作家 但是你没遇到这样的一个阻碍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在拍这个题材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是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好 先回答 第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说香港艺术发展局 这方面你也问得很好 其实从开始到后 从来他们也没有说干涉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叫做建议书 就是提议书 就是我们叫做proposal proposal 那如果他看了他觉得是值得去做的话 那他们就会ok这笔资助 那很庆幸 我也知道很庆幸这一次 因为这部particular这部作品的人物 是一位其实在台湾长久住的作家 而不是在香港有很大的渊源的一个 虽然他时常都会路径香港 会见作家啦 会参加研讨会 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 三生三世就是他第一生是大陆 中国 然后呢跟着就去了台湾 然后去了后来去了美国 所以跟香港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一直就很也很感谢 就是说我觉得做创作呢 就是讲回做创作 创作是应该有空间的 所以创作来说呢 是任何就算你 是不应该有限制的 对不对 如果有限制变成你 你有一种sensorship 你这边又不能做 那边不能做 所以我这很庆幸就是他们了解 就是说如果做创作人 我们是极不希望被人家说 喂你这个不能拍 那个不能拍 那所以聂皇宁来说也是 当我拍完了以后 他一直都没有坚持 怎么说呢 他没有interfere 他也没有说 给我看看我喜不喜欢 他从来没有就是involve 他就让你去自己做 到最后我就给他看 然后他就说 OK我接受 我感动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到 感动这个问题 所以就电影 我们这一行 不只是电影 我觉得做任何艺术方面 都是有这个consideration 我们有没有答了 答了你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呢 是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你选择要拍它呢 对为什么选择 那这个其实要很快 要讲完它 不然就很长这故事 其实呢 就是因为其实是三年 我是跟她的女儿 是初中的同学 在台湾 我曾经在台湾住了七年 正好呢 我就上中学的时候 就跟她的女儿是好朋友 所以在那时候 我已经去过她家 那时候正好 她是在19 那时候是196几年 她正好是 自由中国背禁 然后她是受了 in a sense of a软禁 就是因为她的 那种censorship 因为对不对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证件不同 或者什么 那后来呢 她们就去了美国的时候 我又去美国升学的时候 那她就忽然间 就是她女儿就说 你干脆来挨我嘛 你不要留在那边一个人 那我就后来就转学 就到了挨我 所以我跟她们家呢 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接触 和她那个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那个写作计划的时候 我其实在那五年都看着她 I was a witness of她的international program的进行 所以呢 后来呢 我就 其实我三年前 我就在整理我的文件的时候 忽然间发觉这封信 那一看这封信是谁给我的呢 是Paul Angle Paul Angle给我一个信 就是说 I approve that you shoot my documentary 就是说我原来我就记得 原来我曾经问她说 我可不可以拍你的 你跟华林的记录的故事 原来她已经authorized我 那时候是19 好久了 80年 30年前了 那她1991年就去世了 所以后来我一收到 看了这封信 我当然又是什么 就白看 焦急的 然后我就一个电话给她 我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拍你的纪录片了 那她就一很爽朗 很 她的爽朗的笑声 就是哈哈哈哈 of course 那我就这样开始的 是三 四年了 四年前了 其实 那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是因为熟悉她 但不只为什么是熟悉她 就是因为 他们两位做的 在文学上的一个贡献 我觉得 是应该让大家知道 那这个反应呢 不只是这种贡献 是他们两个基本上的 这我们做刚刚今天讲过的风骨 为人的风骨 一个精神 我们做人的意义 有时候我们时常就说 哎呀 我出生 我生命的意义 什么 我很久时间 我都问自己 我活在这里 我的意义是什么 那后来我是觉得我 从事了 其实最 才近几年 年纪大了 就开始就觉得 啊 人生的意义 我从他们的游击身上 我绝对是找到了 这样 谢谢安琪的分享 其实从列姐 和安琪的分享 我们就看到说 他们的创作题材 都从自己熟悉的东西开始 然后呢 这样我们 也要问我们熟悉的 本地女演员 Michelle 就是说 其实在你的 《一炮耳红》 这个电影里面 也有你很熟悉的 同事演员们 你Caster 你找的演员们 也是大家熟悉的 本地演员 这样你在Caster 这些本地熟悉的演员 你会不会考虑说 可能本地票房 你可以有保握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样我 你觉得你的电影 能够夸出粉岛吗 那你有没有一些 一个选择的东西就是 没有 因为那时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所以我野心也没有这么大 我没有想过 这个电影可以走出新加坡 那时候为什么会CAS 为什么会找这些 本地艺人来参与这部电影 是因为 我说的 我讲述的故事 是关于电视台 关于新加坡娱乐圈 关于马来西亚小镇的一个小女孩 也不会很小啦 因为是我自己演 一个女孩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 想加入这个娱乐圈 所以 当然我是觉得 如果可以找一些电视台的同事参与 那是最好不过了 所以完全是为了那个原因 也没有想过 会是票房的保证还是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的角色 纯粹是客串而已 友谊客串 所以一个人可能才不到 一分钟 而且其实我也是觉得 我也是有想过 就是说找一些大卡司来演戏 不一定是票房的保证 因为你看有很多电影 有周杰伦 有林志玲 也不一定说会大卖 所以 可以这样讲吗 不好意思 我是以雷人 以观众的角度去看 所以那时候 我 所以我才选择了自己去演 因为我也不算什么大卡司 可是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预算不高 就因为自己的电影 自己第一次做电影 所以就 自己演就没有 不用花钱 然后第二就是 剧本是我写的 那我应该最熟悉 然后我也不用花太多的精力 去教另外一个人怎么演 对 所以 所以我不完全 可是后来 后来为什么会选择了 台湾的那个当红主持人 小鬼来演 那时候是有想到 可能可以去台湾市场 可是也不是说期望很高 可是就觉得 如果有一个台湾 台湾演员 然后来新加坡 演这出戏 跟新传媒的一个小演员一起演 小演员是我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新鲜感 对新加坡的观众来说 那时候我是这么觉得 那当然 说到最终 当然还是剧本是最重要 我不敢说我的剧本是 能够感动到人或者 可是我就觉得 是我自己的一个的剧本 然后我是十年前 以自己的经验 自己写的 所以我觉得对新加坡 或马来西亚的观众 有一定的共鸣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我说的都是一些 那时候 九十年代 没有没有 两千年代的 两千年代 的一些 就是电视 好像如果你是电视迷 你都会 我觉得 都会喜欢这出戏 所以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说 对对对 所以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 找这些新传媒的人来演 会不会 对票房有帮助 其实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事 因为刚才其实你有提到说 你Caster这个台湾男演员 可能有一点说希望 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夸出去的一个愿望 当然你的野心不是很大 但是可能我想 可能因为现在我觉得 现在的一个现象 很多华语电影 有时候连韩国立演员也放进来 然后台湾演员也来 直接做这一块 中国演员也演一块 所以现在的大片子 或者说现在的华语电影 都有这个趋势 就是他们为了要走进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找那个地方的大红演员来演个角色 所以我想这个我不知道 列姐就是说你在做你的电影的时候呢 你在剧本跟演员的考虑的时候 你会以什么为入先 就是说你要找你要的演员 还是说我还是找一个能给我票房保 好 在台湾我们 我现在担注台湾电影 台湾电影的现象是 没有一个演员是可以有票房保证的 搜索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从 我们看从大家最熟悉的电影 海角七号开始 就是这些年来 台湾所有非常非常卖座的电影 他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什么票房明星或是有多大派的演员 海角七号里面 没有一个出名的演员 然后后来是蒙甲 蒙甲的时候 OK 阮金天还不错 但是他只是个电视演员 他也没有拍过电影 赵又廷一个新人 只拍过一个电视剧 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在电影票房上 证明过自己 后来的《鸡排英雄》 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然后最近的 大尾如曼可能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大尾如曼里面的那个男主角 朱格亮 他在台湾的就是 本土的市场是非常有利于一块招牌 就说 即使赛德克巴莱 全部是原住民 就是台湾所有卖钱的片子 没有一个片子里面 是有一个人 他敢说他自己是票房保证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就觉得说 真的 那个 刚刚米学讲的嘛 你找周杰伦跟林志玲 你是不是很惨啊 我们都知道哪个片吗 那是你说的啊 没有 这是事实 因为我跟朱延平导演 我们曾经讨论过赤玲这个片子 那我觉得朱导演就是说 他自己是非常能够面对失败的一个人 他有检讨过就说赤玲为什么会失败 他有讲 他说 因为那个时候 他说他拍了一辈子的电影 他从来没有一个电影给他这么大的价格 然后可以让他有可以玩这么多的特效 所以他那时候在拍那些特效片的时候 他疯了 他觉得说 哇 太嗨了 我 我可以拍到这样的片子 像好莱坞一样 我可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他全部的心都放在他的特效上面 他的动作设计上面 他的动作设计上面 他只在讲那些场面 我要让我的演员那车子要怎么翻 我要让他们怎么飞 怎么弄 他说他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故事 跟感动人的东西 他忘了这个东西 所以当电影出来了 他看了电影 他就傻了 因为他发现了 他想说完蛋了 我怎么把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忘记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后来他也一直在提醒自己 就是说 电影 电影真正最动人的地方 应该是可以 touch 到人心的那一块 所以我就是回答你的问题 你说 是 大明星 真的 大明星片子拍垮的很多 所以我还是回到 我觉得那个电影的最根本 最根本的是 我们要给观众什么东西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自己的戏 我从来不会去针对说 OK 我要什么大明星 因为为了他 可能我票房可以多一些 我从来都只会看说 他合不合适这个角色 如果他不合适这个角色 你再大的明星 我都不会用 谢谢雷姐提醒我们说 其实回到最根本 就是分享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好几年前 我记得萧崇平有分享过 有一部台湾电影叫《蓝色大门》 其实也是讲青春的 对 《蓝色大门》是现在很红的 桂伦美跟陈柏林 但是他们当初拍那个戏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是 完全是素人演员 就是完全没拍过戏 也没有致命 对 那时候当然也带红了 归伦美 这一个《蓝色大门》 那时候我记得我看的时候 还有我周围的同学们看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就是我们都是亚洲人 但是那时候在国外念书 但是外国人完全无法接受 然后那时候很大的激荡 因为青春嘛 每个人都青春过 为什么国外的观众 竟然看不懂《蓝色大门》 或者说不是那么喜欢《蓝色大门》 后来《蓝色大门》有说 唉 因为里面没有性爱场面咯 因为 对 因为 亚洲人很含蓄的嘛 你看那些 穿着校服的那些男的女女 基本上就是那样子 哎呀 很爱戴心里恐难看那种 可是对于那种欧洲的那些年轻人 根本就是 他们那种青春爆发都马上展现出来的 所以 所以 男生他们也很难去卖到国外去 他可能会在亚洲很受欢迎 可是去到国外骗市场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你的年轻人的情报 你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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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存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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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虽然我们觉得可能很好看 可是可能对西班观众来讲 可能觉得 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有遇过这样的一个困境吗 我觉得不要讲我们有没有遇过一个困境啦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电影 电影是一种文化 是一个创作 是一个商品 我们可以说它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千万记住一件事情 电影 不要贪心 我们不要想说 东方西方全部吃 就是 那个真的还蛮难 对 这样我想问一下安琪 就是你拍的这个纪录片 我相信也在了很多影展翻译过了 然后 你有没有 比如说 有没有遇到一些 feedback 或者是一些问题 就是说 他们怎么看待聂华林 这样的一个 华文作家 但是 已经其实 现在应该是在美国定居要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有Universal Values 这个系里面 因为Universal就是大家共同 有一种对这种东西有些感受的 比如说 有些是爱 或者是仇恨 他们有一些basic feelings 就是文理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另外 那种cultural上 也有这种事情 那边的cultural difference 有些他们都能够理解 就是说 你中国怎么不这样做 我们外国怎么不这样做 就是绝对有 比如说 现在你看好白映的那些 年轻的青春片 很多的性 因为除了basic 他们在性方面的看法 是非常多的 我的朋友的女儿十三岁 就可以有性行为了 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到时候就觉得 哇 但是就是那个社会 就是这样子 所以没话说 他们来说 根本像吃饭一样 他们不觉得 这是 openly sexual 或什么东西 但我们中国人 就不要含蓄这样说了 所以 There are basic values and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但是所以回来来说 我们那时候 怎么说呢 不认识 就是我们表面上 如果我们一个forment去去 让外国人看 他们可能会 我们没有兴趣 因为他觉得 我们不认识他 他又是一个中国人 他又是一个中国作家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比如说外国朋友 是因为说 某些关系 进来看的话 看完以后 他们感觉有必要 就说 哇 只有中国观众有共同点的 就是 他们说 第一 我从来没听过 你要画你哪天 第二 我也 我也 对文学没有兴趣 但是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 我有点感觉 外国人也是一样 很奇怪 那有天 有一个外国朋友 他是跨国人 看完以后 他可能对文学方面 他不是有很深入的感动 但是他说 哇 那个爱情 他说 我现在在明白 我马上要回去 就让我老公好好地重整我们的关系 因为我没有珍惜他 他 我觉得还很奇怪 所以 所以在某一方面 就是每一个电影里面 一定有一些 就是那种content 无所谓的 你哪些东西可以感动人 那些universe的东西 是绝对 我觉得是 跑全世界 都会感动人 尤其universe的东西 我相信 像连岸的喜宴 就会很中国的东西 就是这样 老外有接受吗 老外有接受吗 其实有很多片子 都有同样的 同样的 影响 有没有味道到 刚才安琪也分享说 很好的就是说 香港艺术发展局 不干涉你所要拍的题材 所以我想问各位 就是说 你们在申请基金的时候 是不是有遇到干涉你的 就是说 我一定要多少台湾人在里面 我一定要多少新加坡人在里面 那种 台湾有一些规定 比方说它会要求工作人员 然后你拍摄的地方 演员的比例 有多少是台湾人 但是那东西是非常非常宽松的 对 它其实给很大的空间 那关于题材方面 它是绝对不限制 它也不干涉的 因为坦白说 在像台湾那样的地方 它就是干涉 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没有人会理它 我的第一部电影 我是没有像MDA拿任何的补助 可是这一部 因为第一部很多人 很多电影工作者都跟我说 拿不到的啦 很难的 所以我也没有去拿 我只卖我的屋子而已 我觉得卖屋子还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 卖了我的公寓 然后就拿到钱了 可是我第二部 可是 我第二部就比较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部做得不错 MDA那边可能也会 多看我的提案 多一两下 然后我第二部 我是有向他们 申请这个提案 然后有拿到 当然他们也是会说 看有几个新加坡人 然后地点在哪里 然后当然也会看计划 然后就是故事也会看 可是我觉得都是还蛮合理的啦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 台湾的那个政府的 我们叫做辅导金 那台湾现在状况是 因为为了鼓励电影 所以基本上 除了中华民国政府给的钱之外 差不多每一个县市 比方说台北市 还有一个新北市 新北市是以前的台北县 然后高雄 从桃园台南台中 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县市 都有所谓的补助金 那那个补助金的办法就是说 你要有多少的戏 是在那个地方拍的 就是你可以帮城市 做行销跟宣传的 它也会给你钱 所以欢迎到台湾来拍电影 我很多补助金 我有idea 我可以跟你合作吗 结束再谈 我也想补助一下 我去我听说 各位都 那个房子不是卖了 就是压了 我觉得二十年压了 就卖了 那我来说呢 我的房子 我不懂压 对这个经济 这个处理的补助金 就卖了 卖了 反正 就很可惜 我就觉得 就是 之前也赔光了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也是为梦想 押房卖房 然后我想问的可能就是说 在发行方面 就是说 其实那么辛苦 又卖房又押房 然后又请假去拍电影 就是拿无薪假去拍电影 七个月无薪假 七个月 所以他们都做出了他们的牺牲 然后为了就是为自己所感动的故事 所相信的事情做了一番事业 但是 怎么卖呢 你们在发行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这种题材会有人看吗 什么 没有这个 有没有遇到困难 那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障碍呢 我坦白讲 我坦白讲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 很幸运的原因是 因为我第一部监制的电影是《肿男孩》 那《肿男孩》还在看 刚开始的时候很可怜 很辛苦 我为什么会押房子 就是因为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找不到资金的 就谈了很多的人 那每个人都跟我说 你这个剧本真的是很好 大家都承认它是一个好剧本 但是你的电影里面 你也不可能有卡斯 你的男主角是两个小男孩 但是你不是儿童定义 你是一个给大人看的电影 你的导演也是新人 就是你整个戏里面 是没有一个人有知名度的 你怎么做宣传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不懂啊 你们都说这个故事很好看 每个人都说这剧本真的很好 然后告诉我它不会卖钱 我听不懂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 你只要是一个好看的故事 好看的电影 而且它不是一个大制作的电影 它其实是一个低成本的电影 你没有理由观众会不喜欢看 那宣传 我觉得宣传就是想办法做嘛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找不到钱 所以我是因为实在是找不到钱 然后只好押房子的吧 可是我那时候 我刚说我很幸运的原因是因为 后来戏拍完之后 戏拍完之后 我当然就要开始谈发行公司嘛 因为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是 我戏在开始筹备要开拍的时候 我就应该先去谈发行公司的 可是我这样一个电影 我就这样跟人家谈 人家也不理我 因为我没有卡斯 导演也不红 然后就是刚刚讲的一些原因 所以我是一直等到电影做完 整个A拷贝出来了之后 我才去邀请了发行公司的总经理来看片 那我刚刚说我很幸运的原因是因为 我第一个邀请的是 就是台湾的Warner Brothers的总经理 他看了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就答应我说 愿意帮我们发行这个电影 那这件事情坦白说 就台湾电影来讲 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为Warner是巴达嘛 它是个好莱坞发行公司 他们不发台湾电影 他们之前只发过 第一部电影叫《练习曲》 那《练习曲》隔了两年之后 所以我邀请他说 你来看ORZ Balls的时候 他就答应了 他来看然后他就非常的喜欢 他说你先 他说我很喜欢 可是你让我先拿回去 可不可以拿回去公司 给我的同事们看一下 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结果后来他告诉我 他答应跟我说 我们愿意帮你发这个片子 然后他说 因为他们公司里面的同事 大家在视频间看那个片子 看到每一个人痛哭流涕 他就说他愿意发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就是我第一个找到的人 但是对我来讲 那个同学是说 也是因为那个片子有感动到他们 所以他们才愿意发 所以后来 变成他们公司 就变成我在台湾 每一部电影的固定的发行公司 都是他们 对 我觉得 发行这个步骤 这个部分 是制作电影最煎熬的部分 做都没这么难 找资金还可以卖房子也没这么难 可是电影院不是我们的 管理电影院的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就有列姐所说的 当然故事要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 没有人 的话 至少可能她 她还认识 华纳威秀的某某人 可是如果我们 算是完全是 我那个时候不认识她 我那个时候不认识她 OK OK 你是自己找上门去 可是因为 因为列姐自己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其实我在新加坡也算OK 所以我也很Lucky 我也很Lucky 可是就算是很Lucky 还是很难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要说服 院线拿我的骗子 因为之前 就算我有一定的知名度 可是我是以演员的身份 有这个知名度 那在我之前 有几个演员去拍电影 也是拍得不这么好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好的 就是反效果啦 有这个知名度也不一定是好的啦 所以 可是第二步 当然 因为第一步的成功 第二步 来发行这一步 就比较容易一点 可是当然 现在我们还是要看 因为那个拷贝还没有出来 所以 当然GV已经说OK 那个日期 档期也给了我们 可是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有几个视频 几个屏幕 这些当然要看了 那个copy才 才会让我们知道 所以 可是还是最艰苦的啦 因为 有种种的困难啦 I'm sure a lot of filmmakers here 他们也会知道 他们也会知道 拷费的力量 你要想尽办法去玩这个 所以我才说发行其实是最困难的 整个制作发行 对我来说啦 是最困难的 然后又上映了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因为它已经上映了 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对吗 可是他们就说 好莱坞的片要来了 好莱坞的这几个 是我们自己发行的 所以我们必须说 好莱坞的 所以我说 OK 这不合理 因为我看 一些邻里的戏院 Angokyo Causway Point 下午一两点 我的戏是满的 weekend 7pm 9pm Catay Orchard 在那个 很繁忙的一些购物中心里面 Margincore War Horse Zero Nobody go and watch 你干嘛跟我拿掉去放这边 I mean If you're talking about money making then this is for your own good or so what Right Why you don't put money you will be making more you know So I call these people but of course 他们可以怎么样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他们也只是拿一份薪水 对啦 会啦 有人在monitor啦 Don't worry I say don't worry I'm talking at it now I'm worried And they say 所以 是很无助的 因为我不是说 我现在不是要求说 没有人看 你再放多几碗 可能会有人看 我是说有人看 你还买不到票 你还不要放 哦没办法吗 Margincore War Horse 这些是我们自己distribute的 我们不放我们也是亏 我们一定要放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our distributors you know our Hollywood whatever right So I'm like But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because you are losing money And they say Oh but it's just the way that it is So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difficult to me distribution is horrible unless I open cinemas so true so true 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distribution 其实我之前呢 是做长片的导演 我在八十年代拍过三部电影 但是讲故事少事 你不是家庭 那时候我们是绝对不要担心的 because他们去负责发行 所以发行对我们来说 是完全就听我觉得是做电影的 是一个foreign territory 完全不懂的 我们只会拍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卖 所以呢 那时候还好 那后来他回来 他在自己 去做这个独立的制作的时候 Oh my god 就是像他说 绝对 绝对可以感受到 我们就是 一不认真 打我们要拍了 好了 卖房子了 好 好 我们就拍 其实正常来说 就是应该把这个发行 先卖给别人 通常是 commercial will 但是我们当然又不是commercial will 我们又会给人家看 就是说 OK 那就是后来呢 我们出了 就是剪完以后 就到处就像你们这样子 就去找人上出来 来自己看看 自己看看 所以这个坚持很重要 这个passion 我觉得 做我们这样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就垮了 you're going to develop at some point 所以就这样 拜拜 我们也是 蛮幸运的 第一部 我回来以后 就拍《爱与我同情》 是一个长篇的进步片 为什么要拍进步片呢 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多 limitations 钱呢 怎么去拍一个这个 这个 dramatic film narrative film 就是剧情片呢 又要去找老板 那我以前的经验 找到老板就说 这个 这个 controus 其实是 完全有文 但是可能我是 早一点的那个年代 就现在我觉得很好 比较好 也不是说很好 我觉得台湾导演 至少我看得出 他们的作品里面 他们好像有很大的空间 很多原话 可以去表达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对不对 你觉得说 正统的那时候 在我那个时代 是很难的 就是老板会有关键看 我记得我第一部片 是《宗属文》 但是就是《通政界》 因为那时候 少师是他们欠了 他们是固定的演员 所以就丢了个 《宗属文》 刚好男女女很红 那后来呢 我的剧本呢 就正好是小鬼见鬼 是关于小孩子的东西 是一个《Tribute to All-March to H-Con》 就是说 一个小朋友 偷偷喜欢看 后窗的一个电影 那我就 sell 了给这个 那个叫谁 那个 那个 方一网 sell 了给方一网 方一网 就说 好 好 后来呢 中间突然间就说 你要加《宗属文性》 它好冷 你这样 你一定要的 基本都已经完整了 那你知道怎么样去塞进去 你没办法 you have to do it 对不对 老板说了 一样的 所以这种东西 后来我那时候就怕了 所以后来我就说 怎么被有自主权 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就唯有自己行着去 但是到时候 发行就是一个荡的行动 所以我们后来很幸运 第一部被配套 就是《宗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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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这部也很幸运 就是《安乐院线》 另外我要说一说 对 我要多谢 我可以叫他《烈妹》 可以叫他《烈妹》 不可以叫他《烈妹》 不可以叫他《烈妹》 我还多谢《烈妹》 《安乐院线》 但后来我们先把《安乐院线》 就《Broadway Cinema》 他有院线 Distribute院线 我好 我那时候知道 江志强先生很帮我们发行 哇 老天哪 就这样子 就没有这样 但是一样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二月 我们放了四个月 是叫散场 就不是每天放 但是就一个礼拜放几场 每一场都满 但是二月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 情人节 完全把你推掉了 但是那时候 那个怎么说呢 那个 那个《烈妹》 你最好 因为《烈妹》那个报纸 写得很好 写啊 那么一场戏都找不到 他朋友就说 哎呀 去哪里看了 怎么没有了 那后来你就找他去 他朋友说 还好啦 对不对 我们的情人节 怎么给你上来 那我说 我们这个也是情人 那也没办法 所以你还是会说 这种 这个商业的感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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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吧 我们就是要很感激的 很开心 就至少 别人看了 别人感激 准备了 所以他们只会拍 不会卖 但是现在也要学会卖了 懂了怎么卖 所以就是 这些很多很多心酸 不要看人家拍电影 好像一个很 Grammar的东西 其实是 当你要去怎么去放育 跟观众分享的 最后一环的 最后一环的马拉松 其实是最难跑的 所以 因为他们都是 开始都是做 Independence的时候 尤其是 你在跟这些 好莱坞猛片的时候 的那种斗争的时候 我真的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本土电影 其实今天烈姐 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 最重要是从自己的土地先开始 先把自己的那一块先做好 我相信 那个路会开给你的 你能走多远 然后真的是看 你谋事在人 尘世在天吧 然后我想 可能说 大家有没有一些 总结的话 就说 你们现在说 怎么 你们接下来想要 怎么把自己那一块做更好 你觉得下一部错误的规划 其实现在我在 酝酿中 就想 因为 我比较喜欢 不拍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 拍了两部制度片 现在 忽然间就想要 可能回去再拍 剧情练吧 吃一些 所以现在在 在整理一些材料 成不成事不知道 或者 再拿一个很好的 一个体裁纪录片 那可能就拍了 所以现在 就继续努力 大家 谢谢各位 我自己做的事情 对我来讲 我一直就是一个 抱持的一个态度 就是 就是做 我觉得就是做 你反正 所有的所谓的成功跟失败 就是 你票房好 是不是真的一定是成功 票房不好 是不是一定是失败 就是 我觉得我每一次做 我做每一个系 我都有学习到东西 我自己一路在学习 那个东西 那个学习的东西 对我来讲才是最重要 所以 我希望 我不小心在座 有多少位朋友 是 有心想要做电影的 或者是 你 以后要做别的 我觉得 不管任何事情 就是做 就是做 做了 嗯 有一天 你够幸運的话 可能就可以 做到你想要做的 那个位置 如果你不够幸運的话 你起码在你 一直做的过程当中 你有学习到东西 然后 得到一些工作上的乐趣 那个 那个比较重要一点 谢谢 我刚刚拍完我第二部电影 戏名叫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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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s in a pod You can find us on Facebook 现在在做后期制作 11月会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上映 那希望能够去 台灣还有香港 跟那边的观众朋友 也见一个面 那我希望 本地的朋友能够 多多支持国片 这部电影叫 她 她 她 我们有 我们有 还有 台湾飞轮海的陈毅如 还有 韩星 Alexander 以前是You Kiss 然后 新加坡的一个女生 是新面孔 三个都没有演过电影的 希望大家能够 给她们 也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出席这个讲座 就是你们也要 从你们自己开始 就是你们 除了行动上 去买票看戏之外 你们也可以打电话 写信或者是发言 还是什么 就是说 把你们觉得好的电影 不要让他们错失了 把他们带进来 跟更多观众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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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